疫情過後粉底是第一個業績回春的產品 2024年你一定要知道的粉底趨勢跟產品 讓上了妝的皮膚看起來超好喔 像我自己大概是最近這三四個月 開始把我的粉底找回來 然後我就發現 現在的粉底趨勢跟之前很不一樣喔 像之前粉底的趨勢大概有兩派 一個呢就是希望很有遮瑕力 而且呢就是能夠很持久 讓你的妝看起來非常完整 另外一個趨勢呢就是像氣墊 可以打出那種很高光的奶油肌 這是之前的粉底趨勢 但是2024年完全不一樣了 現在呢大家希望的粉底 就是化完妝的粉底的皮膚呢 是那種很自然淡淡的光澤 就像是你自己皮膚一樣 看起來好像沒有化妝 像以前保養性的粉底 可能就是增加了保濕效果 但現在呢保養的效果更高規格 像是它需要有一些功能性的保養 像是它可以抗皺 還可以讓你的皮膚看起來很膨彈 第一瓶啊我要介紹的就是這個 資深堂國際櫃的一個就是超聚光的 活膚粉底液 那我剛有講到嘛就是大家現在比較不喜歡 就是那種很高光的奶油肌 那這個資深堂的國際櫃的粉底 它的那個妝效啊就是很自然很自然的一種光澤 我自己有上過啊 你看我擠出來它就是擠出來是像粉底一樣 但是呢其實它擦起來就真的很像在擦乳液一樣 就是很輕 像以前我們在上粉底的時候 因為它加了很多那種色素因子嘛 所以你會覺得擦起來就是有那種色料的厚重感 但是這個呢就是它很輕 那這一瓶保養精華裡面有滿滿的保養成分 其實就是國際櫃這個紅色活效超導精露裡面的成分 可以幫助你的皮膚建立一個很完整的一個健康的屏障 它還有現在保養界很夯的一個保養成分 就是菸鹼吸胺 就是大家所謂的維他命B3 到了冬天皮膚會比較乾嘛 所以有時候擦粉底的時候那個紋路會非常的明顯 但是擦了這一罐 因為它有一些保養成分 再加上它的質地非常的像乳液一樣 所以其實它擦完之後就是 就是很像一個很乾淨很乾淨剛保養的皮膚一樣 如果你是希望追求那種保養 就是中度的遮瑕很自然 再加上如果你的皮膚滿乾的話 這一瓶呢完全符合你的需求 這一款Lunasso的粉底液呢 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它裡面的製成啊 完全沒有使用一滴水 它裡面全部都是美容油製成的 所以這就想說哇 所以你擦這個粉底液 就像是你在擦美容油一樣 但是呢 雖然它是油的基底 它卻完全完全的不油 而且是具有中度遮瑕的效果 甚至如果你有一些很明顯的毛細孔 它也可以把你完全遮到看不見哦 你看它是滴管的形式 就像是那種美容油的那種包裝形式 這是在一般粉底比較少看到的一個形式 它裡面呢使用了大量的植物油 所以呢如果你要在使用的時候啊 你可能要先咬一下 把裡面的一些油的成分啊 還有它的那個片狀的那個粉底液的那個粉體 可以好好的融合一下 這一瓶很特別的是 因為它裡面就很多美容油的成分嘛 所以你在上妝之前可以不需要打底 或者是使用妝前霜 因為它就是有很好很好貼膚的效果 那我自己使用這一瓶粉底液的時候啊 我不會用任何的工具 因為它裡面就是油 就是希望用你的手 溫熱的手直接去上妝 然後呢你看 擠下來在手上的話 其實它就是有點像油一樣 也不會有那種很厚粉感 你看我剛這樣用完之後 它完全就融入我皮膚裡面了 而且就是完全就是有淡淡的光澤 就是非常非常的自然 上完之後呢 我就會輕輕的這樣子拍拍 就是把它這些一些美容油的成分啊 全部都融入皮膚裡面 拍完之後呢 如果你想要再做一點小小微微的定妝 你可以把你的雙手搓熱 搓熱之後呢 再慢慢的按壓 慢慢的按壓 這樣子出來的皮膚的質感 會非常非常的自然有光澤 而且會有一點點小小的遮瑕效果 讓你上完妝的皮膚 看起來就像是自己的 非常的自然 接下來第三瓶啊 也是一瓶很新的 就是這個 Giorgio Armani的設計師水灿光的粉底液 那這瓶粉底液 讓我覺得很驚艷的是啊 它教大家的上妝方式蠻特別的 像最...因為我發現最近的粉底液啊 就是你一直上一直上 其實都不會太厚重 那我自己其實每次上粉底液的時候 我最近是比較習慣用美妝蛋 那其實美妝蛋上妝的那個粉底啊 第一個它就會比較輕薄 但是它有個缺點就是美妝蛋它可能會吸收到你的粉底液 所以讓你的用量變得比較誇張一點很快就用完 但是這個Giorgio Armani的這瓶粉底液啊 它們推了一個新的上妝方式 就是用刮刀 一個就是彩妝師他用一個那種不鏽鋼的扁扁的刮刀 它就是擠出來一點點之後呢 刮刀放在刮刀上面 然後在這樣皮膚上面畫過去 你知道嗎 那一畫過去 你的皮膚就是非常非常的有光澤 而且這個光澤是很薄透很薄透的 就像是以前用那種氣墊 雖然有光澤但是你會覺得是厚粉感 但是用刮刀來上妝 就會讓你又薄又有光澤 但是我們像是鼻翼啊 嘴角這些比較細微的部分 它還是需要後續拿那種 如果你有那種氣墊粉餅的那種粉撲 就輕輕的按壓 就是很輕很輕的按壓 在一些邊邊角角把它按得均勻一點 其實這整個整體看起來就是很薄透的光澤感 那新的這個水燦光的粉底液呢 它也是非常有保養功能的那個粉底 它裡面呢 加了就是四重的神經吸胺跟美容油 那神經吸胺就是serum 就是一個保濕因子很強的 然後再加上美容油 所以呢它對內可以對肌膚 有很好的保濕效果 對外因為有一點點美容油的保養成分 所以呢它可以讓你在皮膚上面 建立一個很好的保濕屏障 另外呢它還有玻尿酸 加重加重保濕很重要 所以像很多人 有的人啦上妝很順利 但是可能過了幾個小時 它的皮膚開始會覺得乾乾的 那這一瓶因為它加了那個保養成分的保濕效果 可以比較持久 另外還有很重要的就是你看 它的瓶身上面有一點藍藍的 因為呢它就是也用了這個普魯式藍的這個 藍光的色素因子 因為它就是在服裝秀走秀的時候啊 它的那個梯台都會打個藍光 這個藍光據說呢就是可以讓你就是膚色比較暗黃的人 讓你變得比較顯白比較明亮 所以這個是一瓶就是對內呢有很多保濕的效果 對外呢又有一些光線折射 讓你的皮膚看起來非常非常自然的粉底喔 接下來這一瓶粉底液啊 是日本Edition的這個引藥鹽的粉底液 那這個粉底液啊也是我最近用來我覺得 它的遮瑕效果蠻不錯的耶 那我覺得這一瓶很神奇的是啊 就是它有遮瑕效果 但是你一直疊加一直疊加 那個遮蓋的效果就會非常好 但是它卻不會有厚重感 我覺得這是它神奇的地方 它裡面也加了蠻多美容的保養成分的 好像有10種吧 像是什麼 厚厚吧紫油啊 然後橄欖油啊 然後玻尿酸啊 維他命E啊 紅花紫油啊 芝麻油紫油 就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它的保養成分很多 所以我在想說是不是就是保養成分很多 所以就讓它就是不會很厚重 然後像現在啊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我想要上妝 但我不想要有太繁複的手續的話 我自己最近常使用的一個上妝方式 就是我會用美妝蛋 但是重點是呢 我在美妝蛋 我只會打中間的部位 然後就從中間的部位 慢慢慢慢的往旁邊打 就往外面推勻 這樣子就會中間的部分 你的粉底液的量可能是會用到最多 反而你臉頰這邊會比較少 那其實就會變成一個自然的一個 就是一個輪廓效果 因為旁邊沒有粉底液嘛 就會比較暗一點點 所以就好像幫你修容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近我學到一個 滿好的一個上妝方式 打中間然後慢慢的漸漸到外面 然後呢它的效果滿好的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這樣的上妝方式 粉霜你可以把它想成說 就是乳霜 一個很濃郁很豐潤的乳霜 上完它之後 好像在幫你的皮膚做一個很深度的面膜 SPA一樣 那粉底霜這個形式 大家以前可能都會覺得是比較熟齡肌啊 或是超乾超乾的皮膚才用的 但它們現在在質地上面跟妝效上面 都有做一些更進化 我要介紹的就是這個 Bobbi Brown的東蟲夏草的粉底霜 說到東蟲夏草啊 這真的是 好啦我真的是拍熊譜 真的是我的最愛 因為我記得它在第一代粉底液上市的時候 我還去美國Miami採訪過 我那時候就非常喜歡這個粉底霜 那它經過不斷的升級改良 這一罐呢其實是在去年秋天推出來的粉底霜 據我的感覺啦 我覺得它已經做到最完美最完美的一個模式了 85%的保養成分之外呢 它裡面呢還加了一個 8小時的不變色的一個科技 所以呢如果你上了這個妝之後呢 不會因為你出汗啊 或者是外在環境的影響 讓你到了下午皮膚就會變得很暗沉 反而是還是會有那種就是 剛像一早上完妝的那種 很有光澤女王光的感覺 那這一瓶霜它其實搭配 就是一個大師級的一個粉底液刷 我覺得這個刷我也覺得非常的推薦 因為很多品牌附的那種粉底液刷 可能都是短餅的 讓你方便好攜帶 但是如果你要真的好好的上完一個妝 其實我都覺得手很痠 因為它的餅比較短嘛 然後你就要一直這樣刷刷刷 就上完之後好像一直在做你的上背訓練一樣 但是這個大師級的粉底刷 它的那個餅長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這個比例非常好 再加上它的這個刷面是斜面的 而且很多很多的刷毛 讓你上妝的時候真的很輕鬆很輕鬆 就可以打出一個就是 像女王的那種淡淡的那種光澤 化妝老師也跟我分享 他就是用這個粉底刷上妝的時候 會有三個很簡單的步驟 就是刷點拍 那什麼是刷點拍呢 第一個就是你在上粉底液的時候 你可以先把就是粉底大量的 就先鋪平在你的皮膚上面 你看哇你看你一刷 我覺得啦就是真的滿有光澤的 就是一些鼻翼啊 或者是需要遮瑕的地方 你其實可以是用這樣點的 用點的方式 它其實就可以加多一點點粉底液在上面 但是會有一些遮瑕的效果 那第三個呢 你想要就是定妝的話呢 你就是可以這樣子 就是用拍檔 就是用平面 它的平面去壓它 其實就會有一種就是那種 很自然很自然的光澤感 接下來是亞斯蘭黛這個白晶桔的 逆鈴粉霜 其實白晶桔是亞斯蘭黛一個 就是比較頂級的一個系列 也滿受到歡迎的 它其實之前呢就已經推出粉底液啊 跟氣墊粉餅 那今年年初就推出了這個粉霜 那這粉霜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就是它裡面加了長壽基因逆鈴科技 那這個科技其實我記得我去年有去新加坡 去參加一個全球皮膚科醫學會 它裡面就發表了這個長壽基因的逆鈴科技 我記得當那個時候 引起很多皮膚科醫師的好奇 因為呢它這個真的是可以激發我們的一些肌膚 有一些抗勞逆鈴的一個效果 那這一次呢亞斯蘭黛就把這麼高科技的一個保養成分 全部放到這個粉霜裡面 讓你就是一邊保養一邊就是抓住青春的尾巴 這瓶粉霜啊我自己用完我覺得它的遮瑕效果蠻好的 如果你是真的是 好啦稍微熟齡一點皮膚的瑕疵可能比較多 你比較在意的話 其實選這一瓶就是白荊棘的粉霜 它的遮蓋效果是蠻不錯的 它的保養成分也非常好 聽說啦如果你卸完妝之後 它的那些成分進入到你的皮膚裡面 還是可以繼續發揮保養的作用喔 那擦完這一瓶粉霜其實它的皮膚看起來是有光澤的 因為它裡面加了就是綠橄欖石 還有紅綠的寶石的那種光燦的效果微亮元素 可以讓你的皮膚呢就是有精神飽滿的光芒 那現在我要介紹我真的覺得也是已經到頂規了 就是植村秀也是推出的一個就是水潤光粉底霜 那這個水潤光粉底霜啊它裡面啊用到 我現在查一下資料應該真的是業界最高 它裡面又用到93%的保養成分了 我真的覺得哇真的是做好做滿 那裡面最多呢就是用到了那個山茶花籽精油的一個 所以它也會有點就是油脂的那種感受在裡面 我彩妝師都教大家可以在冬天把你的美容油跟粉底液混在一起 現在真的都不用了現在很多的粉底液直接裡面就幫你加了一些植物的那種精脆的美容油 讓你在上妝的時候非常好上妝而且有保養跟有光澤的效果 那另外呢我也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這個植村秀啊 它也有搭配一個就是他們的55的這個斜弧形的粉底刷 那這個粉底刷其實大家如果對植村秀不陌生的話一定也都知道 我之前也是又是他們非常明星的一個粉底液刷 因為你看它的這個刷毛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你一刷就可以占很大的面積 你就不用一直不斷的就是刷完很手痠 然後呢你看就是我這樣刷真的超大面積的你看 而且非常非常的均勻 因為它的這個刷毛非常的有經過計算非常的細密 你看完全完全非常非常的服貼光滑 你看來回幾次其實就非常非常的均勻了 像我之前有問到一個彩妝師說到底我們一個人要幾瓶粉底液才夠 他跟我講說其實三瓶欸 就是一個就是你可能是只是外出很簡單很簡單的一個妝前粉底液 或者是一個中度遮瑕跟重度遮瑕 你可以看你不同的場合需要來選擇 或者是現在也蠻多人就是他講究皮膚很自然 他不用整臉都上粉底液 他可能是把粉底液當遮瑕來用 只把一些瑕疵遮一下然後整個輕輕帶過 所以如果你依循這樣的模式 你每次出門前別人都會問你說 哇你今天皮膚好好喔 不會問你到底用了什麼粉底液喔 那以上呢就是我介紹2024年你一定要知道的 高階款的保養型粉底液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保養彩妝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